知名跑车就在交流道口 车头撞上油罐车整个全毁变形 后方还遭到另外两部车追撞 当时39岁的宋姓驾驶当场明显死亡 行驶中线车道 追撞前方由周南60年市所驾驶之银半连结车 本案造成宋南死亡 这起车祸发生在国道一号的岡山路段 死者妈妈情绪悲从中来 因为就在出过前才刚通过电话 报品安 怀疑是当时外头下着轻盆大雨亮过 他的车子是开在中间的车道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就转到油罐车的车道去 然后后面又有两部车子追撞过来 可能是下大雨吧 那时候他有给我电话说下很大的雨 我晚上会回来睡 我晚上会睡到 稍微压一下 宋姓驾驶机常在社群网站上分享清洗精品包包或者鞋子的秘诀提方法 他在家人的鼓励下学习鞋包的清理技巧 10多年下来在业界小有名气 金仪的店面一度在全台扩展30多间连锁 甚至进军海外 没想到意外说来就来 店内还有好多客人的单 现在也难以处理 现在很多东西也没办法交给客人 我一直也很慌 不知道要怎么办 包括修复什么皮包什么 就是做得非常好 客人都很肯定 而且他很年轻 我是觉得他很年轻 就爸爸就跟他说你就学一技之长 昔日的鞋包秦迹达人却在恰功途中国道欲绝身亡 详细抽原因还有待检警后续理清 民事新闻书上为廖锦雄高雄报道